新年一史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舉辦了歡迎新任公使陸康先生和歡送前任公使楊子剛先生的酒會 華府僑界代表近五百多人參加了酒會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總領事陳雄峰先生主持了酒會 到使館出席今天晚上的招待會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代辦鄧洪波先生代表張業隋大使對楊子剛公使的離任表示歡喜 我們在座的朋友們來賓們特別是我們僑界的朋友們都非常熟悉和了解 我想楊龍使給我們大家最突出的印象特別是包括我本人 就是他勤奮敬業開剁進去 在過去的兩年多時間裡為增進中美相互友好合作 為促進中美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 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和重要的貢獻 特別是楊龍使新系廣大僑胞認真地踐行中國政府外交為民的要求和理念 熱情周到的為我們廣大的僑胞服務 楊子剛公使在任的兩年半時間 與華府僑界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和友誼 我即將離任回國 臨別之際我想給大家講幾句心理話 以感謝多年來廣大的旅美僑胞在我的工作方面給我的支持 在使館的工作方面給你的支持 長期以來呢我們旅美的華人華僑有一個優秀的傳統 那就是在為當地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做出積極貢獻的同時呢 仍然胸懷共同情喜家鄉 酒會上華人華僑代表熱情地向楊子剛公使增送紀念品 鄧洪波代辦 鄧洪波代辦向大家介紹了新任公使陸康先生 他是我們外交系統啊 應該說多年從事多邊外交工作 有著豐富的多邊外交工作的經驗和經歷 他曾經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和中國駐愛爾蘭大使館工作過 在外交部呢也先後在軍控司國際司擔任個重要的領導職務 在這次來美國之前呢 他在外交部的北美洲大洋洲司工作 擔任主管美國事務的副司長 最後新任公使陸康先生對余慧的華人華僑代表講了話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駐美國事發工作 也是第一次來到了發展中美關係 跟中美關係這個工作的第一線和最前面 確實我知道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去學習和熟悉 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需要我去認識和了解 包括今天在場的各位朋友 好阿誰 好阿 好阿